All jokes aside, 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糟糕, 好像是一個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的戰爭, 但是其實這就是一個屬林上的戰爭, 這個戰爭浮現到了現實當中。 如果各位還沒有發現的話, 屬於撒旦的拜登政府正在攻擊基督徒, 最新的攻擊事件是發生在上個星期五早上。 根據LIFESITE NEWS, 當天有差不多25到30個全副武裝的FBI探員, 開著15輛車, 衝進了一名叫做Mark Hawks的家裡。 當時他的老婆還有7個小孩都在家。 那些探員衝進去, 手槍、長槍全部拔出來,指著他們一家人。 那他的罪行是什麼呢? 他的罪行是因為他是個Pro-Life, 反對墮胎, 跟一個幫助懷孕女性開導他們不要墮胎, 以及幫助他們找到這個母親跟孩子 都可以活下去的生活方式的人。 他同時也會去墮胎中心前面抗議, 然後讓那些母親知道, 他們不需要殺死自己的小孩, 就只為了這個人這樣子的行為。 很邪惡嗎? 拜登政府跟FBI就決定要殺雞儆猴, 在他全家面前拿著槍指著他, 而且逮捕他。 我們來看一下FBI說的內容, 跟他太太說的內容有多大的差別。 據說的FBI說, 有罪行被判斷了, 有罪行被判斷了, Fox News的報導沒有說的很詳細 但是這個Lifesite News上面說的是 他老婆要求要看拘捕令 根據報導上面警察跟他老婆說 不管他們有沒有搜捕令 FBI都會把他老公抓走 之後他就一直要FBI要去看搜捕令 然後FBI的探員就給他看了第一頁 上面說他的老公Mark Hawkes 違反了 Freedom of Access to Clinic Entrance Act 阻擋醫院門口自由法案 這...這是... DON! 根據他的老婆 這個法案已經被當地的檢察官廢除了 但是拜登政府不在乎這一點 拜登政府這幾個月對於保守派 基督徒還有反墮胎人士的攻擊 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頻繁 在那個報導裡面 這個Mark不想讓這個事情更擴大 然後願意跟FBI走 所以請他的老婆拿一件衣服給他 當他老婆從家裡把衣服拿出來給他的時候 他就已經被FBI裝在車上 然後抓去關了 如果有人認為說我在這個影片上面說 撒旦只是為了基督徒的點閱率 只是一個形容詞 是形容很邪惡的事情在發生 我在這邊慎重的說明 不是的 這真的是撒旦的作為 拜登政府不只在那邊一直在做一些撒旦教這些儀式 例如說什麼殺嬰兒啊 扭曲孩子的思想去變性啊 還有追殺基督徒啊 他的政府還真的有撒旦教的成員在裡面 帶著皮做的五角星就放在他那個地方 驕傲的帶著這個五角星 然後他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政府裡面工作 職位是猴豆的緊急處理會員會的會員 所以我可以很確定的說 美國現在的政府政權是邪惡的 而且非常邪惡 而且我認為這些FBI的探員 不管是在道德層面還是私人層面 職場層面都是有罪的 都是幫助了這個邪惡政府 我知道FBI裡面也有好人 也有做好事 所以我每次講的非常清楚 而且要非常清楚的分開這些 政治層面的領導跟真正在執行任務 這些FBI探員跟國安部的這些探員不同 但是這個事件是不一樣的 他們這些探員是直接參與了這個邪惡的行動 這些FBI的探員不應該執行這個任務 而且這個任務是不合法的 而且是對平民的 甚至不是拜登的政敵 這些探員早就應該主動提出辭辰 他們早就應該要認罪悔改 然後請求這些家人原諒他們 這個國家需要認罪悔改 Ronald Reagan說過一句話 事實上就是並沒有所謂的左派跟右派之分 只有上下之分 所以Joe Biden在他這個納粹形勢的舞台上面說 我們在為了美國的靈魂打仗的時候 各位要了解的是 這場戰爭裡面沒有灰色地帶 只有上跟下天堂或者地獄 拜登政府的選擇非常明顯 所以任何還有在支持 而且在追隨這個政府的領導的 甚至幫這個邪惡的政府在做事的人 也做出了他們的選擇 他們想要殺死小孩 變性小孩 奪走小孩的父母 他們想要做的事是摧毀家庭 摧毀美國 摧毀信仰跟道德價值觀 隨著選舉越來越近 有另外一個聲音也越來越近 就是美國的內戰 很多人在猜是 歐洲的戰爭會先打起來 還是亞洲的戰爭會先打起來 還是美國自己會開始打內戰 根據比爾蓋斯的說法 他這個人成功地 預測到了新冠肺炎的病毒 也成功地預測到了這個疫苗 預測到未來所有的人 都會活在虛擬的宇宙的眼鏡裡面生活 現在他預測 他不是在預測 他是在說 We are going to have a hung election and have a civil war 我們會有一個懸在空中的選舉 然後內戰爆發 他似乎知道什麼 但是在有什麼證據之前 這都是陰謀論 未來有空在討論 我們現在能確定的就是 在正義跟邪惡的戰爭當中 是不會有灰色地帶的 而且我們不能妥協 我們要跟隨耶穌 接下來迫害會越來越嚴重 接下來的文化戰爭 我們一定會被逼著選邊站 如果我們跟溫水一樣 不能也不熱 就會被神從口中吐出來 啟示錄三章十六節 因為神不會讓我們跟這些FBI的貪員一樣 找同樣的理由 我只是聽從命令啊 我只是服從指令啊 我們如果沒有守護真理 守護價值觀 我們也一樣在犯罪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